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六点抢先报 我是肖慧文 先带您关心 今天台北市长选举的第一场 也是唯一一场电视辩论会 在今天下午两点举行了 而场外呢 台湾维新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呢 苏焕智他就在场外抗议 苏焕智呢他不满 怎么只有三名候选人可以来参加辩论 他要求应该要公平的辩论 辩论开始之前呢 甚至还有一位身穿苏焕智竞选背心的男子呢 他换进了辩论会来闹场 还试图抢候选人陈时中和黄珊珊的麦克风 不过随后就被警方给架走了 那么据了解他最后被调回了调查 也成为这场辩论会的意外插曲 我是戴立刚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